从已有的信息看 特朗普是要打贸易战的 这是他既定方针 因为他的经济哲学 是一个简单粗暴的经济哲学 但真做起来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提高关税 人家肯定会报复 我看德国的财长 就已经发出警告了 说你搞贸易战 我们德国肯定报复 欧盟肯定报复 你不能设想 就你打人家人家还手 这不可能的一个社区 所以他这个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是有问题的 另外经过多年的去工业化 合格的工人是很够呛的 这些现在跑进去不少非法移民 这些那种张乱差的服务业 可以稍微复杂一点的 产业工人你还得培训 他们不行 所以他制造又回归 设想很好 但是他会遇到障碍 我觉得他国内格格劳动力缺乏 这个应该是一个大问题 然后另外产业不配套 现在越来越发现一个完善的产业 这个很重要 咱们中国现在一大优势就是这个 当然就是最后落到咱们中国 肯定对中国对美出口是重大打击了 如果他真的就是像他讲的那样 暴力加税60% 那中国肯定也会反制裁 那么这个对中美贸易有打击 我们肯定有损失了 我们的产品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市场 但至少短期内 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就会失去一些 所以他上台以后 对全世界打贸易战 尤其对中国打贸易战 就是至少中美贸易这一块 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他不是我们愿意的 对吧 是他强加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只好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做一些准备 为了应对那个很可能到来的 这个中美新一轮贸易战 这个中国应该拿出综合的办法 是吧 包括对内 包括对外 一个还是我们这多年强调了 要把国内市场搞起来 国内市场搞起来 就要提高我们的消费能力 所以我们很多政策就在改 要在一次分别当中 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而且要稳定提高 让那个九亿劳动者 他有期待 然后要推进 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真的要把那个双循环 内循环为主给他搞好 另外就是 我在好几个地方讲了 要搬出那个四座大山 包括这个住房 教育 那个医疗 养老 因为原来好像是盲目崇拜市场经济 觉得市场经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错误的 当然就是我们那个 现在积极推动新制生产力的那个发展 那个高端产业要进入哪些来 但传统的产业 优势也不要丢掉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一个政策方向就是人口 就我在好几个地方讲过 这个人口是关系民族存亡的问题 它是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们现在谈的是经济了 但是从更大的角度来讲 那是关系国家存亡 要上到那个高度 然后我还是建议 要由中央全会做出决令 要成立那个比一般部位高吧 就副总理级的那个专专门机构来推进工作 如果这种专业机构出来 他们那个考虑就会更细致吧 那个就会拿出更有效的那个政策办法 然后国际上当然还要加快那个一带一路建设 金庄国家建设 另外就是像那个西方国家里面 美国以外那些国家 我们也可以那个增加一些互动 通过这个办法 要把损失这个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不但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 中美的博弈啊 不能叫中美贸易战 它叫美国对华贸易战 这个更准确一点 上一次贸易战 我们应该是挺过来了 整个中国的那个外贸情况还是好的 我们在全球贸易当中 那个出口比例还是增加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的经济韧性呢 比我们预期的好 那么当时在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之后 是吧 我们是积极沟通 是吧 拍了多位高级官员赴美沟通 然后也做了很大浪步 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协议 但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这个协议啊 他们不满足 就达成共识之后 他又加码 那加码的结果 中国就不干了 所以当时是有个协议啊 但是这个协议最后执行的并不好 实际上是到后来就名存是亡了 那么这一次呢 如果他暴力加税啊 而且重点打击我们 那个我们中国肯定会谈了 是吧 中国是很温和的国家 我们不希望那个那个突现全面贸易战 对中国 对世界都不好 我们肯定会去谈 但能 这次能不能谈成一个 那个新的贸易协议 他才讲 我觉得没有把握 我先给你谢谢你 我先给你 大多数不阶的 相逢的 我先给你 能不能谈成一个 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 这个人 我先给你 我先给你